西瓜视频教师节行行都有好老师 大家好 我是曾在北大工作的酱好课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好课 是人人都上过的语言课 话说回来 我们一生听了这么多课 能够引起我们心灵震荡吗 能够过多少年 还能够让你留下记忆的课多吗 不多 真的不多 很多老师讲完过日子就淡忘了 一提老师信什么也不知道了 讲什么早都忘了 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听过这么多的课 但是真正对我们心灵产生震撼 能够影响我们的课其实不多 一辈子能碰上一两次就不错了 你说我遇到的各个老师都是不可能 哪个大学都没有那么多优秀老师 我就回顾我遇到哪些好老师 有一位语言老师 事实上 他是我老师的老师 后来 身为教授 导师在讲台上讲课 对语言的表达 首先第一 当然有天赋在给他承认 第二 高中语言老师当年的训练功不可没 一打零走进来了 同学们上课 大家呼啦站起来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今天我们讲朱子清的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 已两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他可以从这堂课开始 一直讲到讲讲的讲 讲到45分钟的时候 当当打脸下课 你把他讲课的录音来听 他可以这一堂课 一句废话都没有 据说当年上语言课的时候 前面坐的是全班同学 往往在教室的后边 坐的几十个上百个的北京式的语言老师 都在班里听课 现在这个老师70多退休了 那时候在北京可以说相当优秀的语言老师 比如他上课给同学们提问 问你一个问题 你站起来了 要么你回答说 老师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那也没什么 那你请坐 换这位同学 这都没关系 或者你站起来了 你的语文没有组织好 没组织好 他就要求你 那就不要说 慢慢等 全班同学都在等 没关系 别着急慢慢等 你一分钟两分钟酝酿好了 他要求你 你只要一张开嘴 就必须是一句完整的话 你可以不说 但是你说出来必须完整 你一站起来 老师这问题 就去啰里巴苏的 他就示意一下 你就在这一行的末尾 站十分钟 然后再回来 这是他不允许的 他说 其他的课我不管 在我的语文课上 语文表达 是我语文课的重要内容 每一个人站起来讲话 都必须是一句完整的话 这个是老师当时 对学生语言的训练 所以这是好的老师 老师后来成为北达教授 语言表达 深受这个老师的影响 有时候我一句 语文老师当时 在讲台上的那种风采 那种语言的一扬顿挫 深受影响 所以好的老师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如果当了家长 对自己的孩子 也可以这样训练 以后未来 对自己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提升都是很高的 这位语文老师 女老师 四十多岁 当时文革刚过 她头发感流这么长 这要是早几年都很难 她的父亲 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家 姓白 白兽怡 现在去世了 白先生去世的时候 因为白先生是在两千年去世的 所以白先生去世的时候 是我们的一号手掌线的花圈 那是重量级的历史学家 考的老师真的很重要 一个大学或者学校 不在于房子有多大 而在于有没有大师 而且你也不要指望 这个学校 各个老师都是大师 一个学校 有个把大师 这学校就了不得了 由西瓜视频发起的 西瓜视频教师节活动开始了 无论你是谁 都可以分享自己的拿手知识 感念恩师 即够我的流量和奖品 活动期间也为江河科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